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周六崇拜 由今年一月开始 我们一直在研读《马可福音》 我们讲到系列的总题是非凡的见证 不是因为马可是一个非凡的作者 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凡的救主 上个礼拜如果你在这里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所读的 是《马可福音》里面第一件神迹 是一个赶鬼的神迹 是主耶稣基督的成名作 是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作 今个星期我们会继续在《马可福音》里面 看耶稣的第一个医治神迹 又是他的代表作 信不信由你这个神迹所代表的 是耶稣在地上三年里面的使命 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一章 还是在故事的背后 其实有另外一个内情 正如我上个礼拜所说的 我们在读的不是普通的神迹歧视 我们在读的是天国的记号 我们刚才读的故事是迷面 你要仔细去思想故事背后的迷底 如果我们只是很表面地去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将这个故事误解 以为它是讲着医治 讲着神迹 于是我那篇道可能会叫做 《西门的岳母起得医治》 我那篇道可能有以下这三点 第一点 爱屋及乎西门岳母得医治 第二点 大能彰显华陀在世主耶稣 第三点 化险为义岳母起床即服事 这个可以是一个非常个人 非常个人的故事 因为这个可以是彼得自己的个人见证 正如我所告诉我们 《西门的岳母起床》其实很有可能是彼得的福音 是彼得通过马可所写的一本福音书 于是讲完这三点之后 我可以再加多一个见证 有个朋友 他和太太信主没多久 突然间太太的妈妈病重随伪 医生说没有救救了 但是他们不信 他们相信祷告的力量 于是他们回去教会 全教会为他们的这个岳母祈祷 神迹其事 起死回生 那岳母由病重到慢慢寻病 由ICU转入普通的房间 再过几日回到家 可以休养 恢复完全的健康 康复之后 他参加了教会 在那里中心的福祉 甚至多次出去做见证 带很多人信主 说完这个见证之后 我还可以再加一首 《杀得死人》的歌 叫做You Raise Me Up 听说基督徒很喜欢这首歌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如果你被我这篇道感动了 那你真的中了招了 你可能要立刻去看医生 看熟灵的医生 因为很可能你真的很生病 这个根本不是这段圣经所要讲的 那这段圣经里面究竟要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迷底究竟是什么呢 我想你先相信我 这个故事的最终迷底 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和空坟墓 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 我们知道是耶稣来到地上的使命 祂为我们挡天火 祂又使我们获得复活的生命 主耶稣基督不是什么在世的华佗 主耶稣基督更加不是有求必应的黄大仙 主耶稣基督是天上降下来的消防员 主耶稣基督是赐生命的复活主 这是这段圣经要告诉我们的 我想跟你很仔细地再来看这段圣经 一开始的时候这样说 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节 他们一出会堂 就和雅各和若汉进了西门王 安得利的家 你记不记得之前发生过什么事 耶稣基督在约旦河受洗 被圣灵所充满 被圣灵所高纳做上帝的君王 接着他去呼召了四个门徒 带着这四个门徒进了去会堂 在安息日里面进入会堂 加白龙的会堂 在这个会堂里面 主耶稣基督开始教训 他的教训充满着权并不障民事 他的教训令众人稀奇 在他教训的当中 突然间有一只污鬼出来 于是他继续用他大能的话语 他权并的话语吩咐这只污鬼出来 将这只污鬼赶了出来 令众人更加惊讶 在连长大战之后 辛苦了大半日 耶稣终于可以和门徒一起 回到西门彼得的家里休息一下 就算未到晚饭的时候 都可能可以一起去享受下午茶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竟然大厨病了 而且一病不起 西门的恶母正发热躺着 第三十节 马虎某告诉我们 他烧到多少度 102度? 103度? 104度? 我们不知道 不过你可以想象 中东那时候的壮年女士 其实个个都是强壮元牛 要她们病到睡得睡了 起不了身的话 相信她的病情也很不简单 于是那些人很快想起耶稣 他们就有人把这件事告诉给耶稣 他想看看耶稣 有没有可能帮下手去医治他 毕竟耶稣刚刚在外面 他有大能可以驱魔赶鬼 小小的法烧对他来说 应该是小疑科 不过有样东西 在这里 我想你和我都未必可以看得到 就是这个法烧不是普通的烧 是在31节里面出现的 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过六次 基本上都是说一些人发烧或者发高烧 但是有趣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回去旧约圣经去找这个字 当然你要知道旧约圣经 是希伯来文所写的 不过在旧约圣经 已经在当时被翻译了做希列文 因为当时最普遍的语言是希列文 我们叫做七十字译本 subtusion 如果你去subtusion 去七十字译本里面 找这个字叫paritos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paritos 在整本禁口的旧约圣经里面 只是出现过一次 只是一次而已 这一次很特别 这次在哪里呢 在生命记 在生命记第28章第22节 出现这个高烧 如果你去看英文是很有趣的 它叫fiery heat 你可以说是烈火高热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发烧 一个小小的病痛 它在说 又或者说很不like你 那什么叫做生命记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生命记 简单来说 生命记是摩西在抗野里面的讲道者 你记得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 出了埃及 但是摩西自己没有办法进入认许之地 于是他在四十年的抗野里面 他在预备以色列人要进入认许之地 在生命记里面记载了摩西的讲道 摩西回顾 摩西前瞻 摩西要预备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认许之地 去到生命记第28章的时候 我们进入了生命记的高潮 如果你有看过生命记28章 你知道生命记28章是在说 祝福与诅咒 祝福与诅咒 生命记第28章第一节 你若留心听从耶和说你上帝一切的话 紧手遵行他一切的戒命 以下的这些福气将会在 那个应许之地里面加给你 但是一去到第15节 28章第15节开始的时候 他说你若不听从耶和说你上帝的话 不紧手遵行他一切的戒命 如果你去拜当地的偶像 你不专一敬拜耶和说的时候 于是下面这些诅咒必临到你 这些诅咒是耶和说 诅咒那些破坏了盟约者的诅咒 当他们破坏了盟约的时候 这些诅咒 耶和说的愤怒 他烈火的高义要临到他们 我想问一下你 你知不知道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 当他们进入了这个应许之地 最后发生了什么事 简单来说 他们有没有 紧手遵行耶和说的戒命 他们有没有专一去敬拜耶和说 没有 于是这些诅咒都要一一临到他们 到最后他们被弄去巴比伦 这些诅咒如果你继续看下去 最终的高潮或者低潮 就是以色列人要被赶出圣地 他们要被弄去巴比伦 如果你想想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其实以色列人从某角度来说 已经是被弄回归了 甚至已经回归了四百年 圣殿已经被重建 但是从肃灵上面他们有没有回归 他们没有 他们仍然堕落在罪当中 他们仍然被被弄 他们仍然与上帝隔着 于是 如果你记得耶稣基督开始施工之前 是施世约翰出来 施世约翰叫他们悔改 接受悔改的洗礼 要预备 应许君王的来临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可以这样说 这个天火 这个高烟 是代表了上帝圣结的愤怒 这个圣结的愤怒 这个天火在笼罩着所有在罪中的百姓 这个天火随时会爆发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想你看看你周围 你有没有感觉到 我们这里很热 因为我开冷气 你有没有感觉到 上帝的天火在笼罩你周围 尤其是如果他不信主的话 你没有耶稣附身的话 你有没有感觉到很热 你应该是感觉到很热的 如果你今天出去逛街的时候 突然间有个看相佬跟你说 先生小姐 请恕我直言 我看你印堂发黑 目光挨济 我想你很快会有血光自在 你会有什么反应 我想很多人会说 师父真是 请你高人指点 有什么化解的方法 但是如果这个人 不是一个看相佬 是一个牧师 你会怎么说 你会觉得我瘋子 我运吉 但我真是想跟你说一件事 你真是目光挨济 你真是人堂发黑 你真是有天果在你周围 随时爆发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知不知道 这是上帝在说我们 跟我们说 在我们最终没有主耶稣基督护身的人 这个天火 在我们周围 所以当你去看这个高烧的时候 对以色列人说这个法高烧 不是一个普通的法烧 代表了好像麻风病 麻风病对以色列人来说 是特别忌忌的 忌忌不因为麻风病是很严重 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 或者新药当时的麻风病 可以是皮肤白了一点 是完全不会传染 但是因为白了一点 人们就说 你与上帝隔绝了 上帝的愤怒在你的生命里面 于是 当你想到这个高烈 当你想到这个麻风病的时候 你开始思想到上帝的愤怒 在我们身上 在我们身上 我想强调这个故事 不是告诉你 比特的恶母特别有罪 所以他发烧 这个故事的主人 这个故事的主人 是主耶稣基督 告诉我们 唯有主耶稣基督 才可以来到人的当中 去熄灭这个天火 唯有主耶稣基督 才可以来拯救罪人 我想带你回去看《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第三章 这个讲到 司理约翰出来呼叫那些人悔改 接受悔改的洗礼 接着他继续说 他说 我是用水吸你们施洗的 但有一位能力 比我更大的要来 他要用圣灵与火吸你施洗 司理约翰呼叫这些人悔改 他说如果你悔改 你真的会回转去到上帝的时候 有一天 我之后有一个更伟大的君王 他会用圣灵与火吸你施洗 你要明白这个文学上 圣灵与火就不是圣灵再加火 而是圣灵就是那个火 就是说当这个圣灵来帮你施洗的时候 这个圣灵好像一个火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有人告诉你 我用圣灵的火帮你施洗 你会觉得这是好事 还是不是好事 如果你去看这里 施洗约翰 仿佛告诉我们 圣灵的火是好东西 圣灵的火是一个结淨的火 让你变成神金的结淨 但或者你从另一角度想想想 要被火烧 很多人害怕 火 岂不是上帝的审判 你继续看第十七节 他手里拿着波机 要扬正他的谷物 把墨子放在窗里 把康用不灭的火灭尽 圣灵约翰在说什么 耶稣基督的来临 要将这个世界分为两班人 一班叫墨子 另一班叫康比 简单来说 一班是悔改的人 另一班是不悔改的人 这两班人都要经过火的洗礼 但是不一样的火 灰改的墨子会经历圣灵的火的洗礼 圣灵的火会是炼正的火 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纯金 但另一方面 不灰改的会是康比 这些康比会被不灭的火烧尽 是上帝圣结的愤怒 主耶稣基督来 要施行这个烈火的审判 主耶稣基督来 他也要施行这个正火的拯救 我想带你去看一下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耶稣继续这个关于火的比喻 耶稣这么说 他说我来是要把火丢在地上 为什么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 耶稣说我来是要放火 我来要是放火 审判这个地上 耶稣再加了一些东西 他说 但是我有当受的洗 还没有受 我事多么昭吉 耶稣说什么 他已经洗了 他已经在约旦河洗了 但是他说 约旦河的洗礼是指向命的洗礼 他说我还有一个洗 你记得耶稣曾经说过 我有一个杯 我要喝 有一个洗 我要洗 他在说将来的十字架 他在说在十字架上 耶稣自己要承受 那个上帝怒火的洗礼 当你这样去明白的时候 你问耶稣来世上做些什么 耶稣来世上要放火 但是耶稣来世上也要做另外一件事 要挡火 一方面他要放火 审判那些不悔改的人 另外一方面 当有人悔改的时候 他们要来到耶稣 耶稣抱着他们 耶稣为他们挡火去拯救他们 耶稣是谁 他是天降放火队的队长 耶稣是谁 他是天降救火队的队长 于是在十字架上面 在受难节的那天 那个七色的星期五里面 上帝点火燃烧这个世界 但这个火集中在一点 在各各他的十字架上 那个火向着他自己独生的圣子 在燃烧 耶稣基督为我们挡火 以至凡相信他的凡悔改 要投靠他的人 今天所接受的火的洗礼 再不是一个审判的洗礼 而是一个洁净的洗礼 所以你记不记得 后来在圣灵降临 在五秦节的时候 当圣灵来的时候 圣灵是很像舌头的火炎 降在门徒的身上 但是门徒有没有死 没有死 因为主耶稣基督为他们 先接受了审判火的洗礼 以至今天这个火 再不是去审判他们 而是洁净他们 我想带你回去看 《马可福音》第一章 《马可福音》第一章 令到这个天火消失了 这个天火从此就熄灭了 耶稣如何去熄灭这个天火 耶稣是靠他的十字架 但是他还未想十字架 所以你记得吗 耶稣是在录卡 录他将十字架的卡 是通过他的十字架 他将这个天火熄灭了 不单止天火熄灭了 醉灾取去了 被老回归了 天国永恒的生命 从这个时候开始注入了 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想你留意耶稣是如何医治他 他说耶稣进前拉着他的手 扶他起来 是这样医的 如果有一个人发高烧 很不行 整天都已经躺在床上了 你去医他 你会怎么医呢 如果是我 我就会用一只手 轻轻摸一下他的额头 然后烧就退去了 然后我就会跟他说 再休息多一会儿 但是耶稣是怎么医的 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 怎么了 喂 请你快点肚饿了 是不是很奇怪 是不是很奇怪 为什么不叫他休息多一点 为什么要他扶他起来 圣经学者告诉我们 当你继续去看马克福音的时候 你发觉耶稣依人的时候 很喜欢叫人起来 动一点就起来 去到有一个呼干手的人 他叫他起来 你说他起来 来到人的中间被人做见证 后来有一个死了的人 他叫他起来 那当然复活 咦 复活 是的 复活 有没有想过 起来和复活的关系 当你去看马克福音的时候 你发觉耶稣行的很多的医治神迹 耶稣喜欢他的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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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最后一个起来 其实他是第一个起来 因为如果耶稣没有起来 他哪有复活的大能 去大前面的罪人起来 马克福音第十六章第六节 这样说 不要惊慌 那钉十字架的耶稣 他已经 你的翻译是复活 我将他改了 他已经起来了 他不再者女 耶稣不再者女 所以 彼得的恶母已经不在床上 他要起来做什么 他要服侍主 你看到吗 复活的生命 他不能再停留在 旧时的世界里面 但我不想你误会 我不想你误会 以为信耶稣得到复活的生命 就是 起来帮教会做些事情 不是 我们在讲一个人生全全的复活 完全的改变 total surrender 完全的奉上 所以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 下个月我们会看利美的复活 当利美复活的时候 他再没办法留在他的碎关里面 利美要离开他的碎关 他要离开他旧有的生活 他要离开他旧有的工作 你知不知当你做了基督徒 你可以持工的 你以前做的那份工是因为那些钱 因为不明白 因为你 你知不知你做了基督徒 你不用继续做那份工的 你不用一定做律师的 你不用一定做医生的 你可以做很多其他东西 你不用一定要赚钱的 因为 我们复活了 我们离开旧有的生活 我们离开了旧有的世界 我们进入一个天国永恒的世界里面 我们复活了不在者女 这个人不在者女 他去了另外一个世代 还有几节 还有几节 一章三十二节 旁晚日落的时候 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 来到耶稣跟前 旁晚日落的时候 你记得 二千年前的中东 不是像香港 旁晚日落 还光残残 二千年前的中东 旁晚日落 就是真是旁晚日落 黑梦梦 为什么不早点来呢 因为这些是犹太人 犹太人当时是安息人 安息有很多规矩的 你不可以背太重的东西 可能这些病人 是需要有人背过来的 他又不可以走得特别远 于是消息传到老远 他们无法马上走 他要等到日落之后 安息日完结的时候 他们来了 或者我们可以再问 为什么不等到明早 为什么不等到明早 当然不等 谁知道耶稣还不在那里 等不到明早 今天就要去找他 因为你不知道他明早还不在 我完全不同意这些人找耶稣的目的 但是我很同意 很认同 很喜欢 他们找耶稣的态度 他们等不到明早 要找耶稣 要求神 找神 等到他可以被捕 如果你在今天坐在那里 你要在今天去追求耶稣 要追求耶稣 你不要等到明天 你不要说今天有机会来到这里也挺好 不过我有很多工作 两个月之后我再回来 你不要说我等到我退休之后才回来 你不要说下次我有病我一定会回来 你没得等 你不知道耶稣是否在这里 你不知道你是否在这里 你不知道下个礼拜我可能死了 没得等 当天的旁晚他们来到 找这个独一的救主 第三十三节 说全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 考古学家告诉他们 当时的加白龙可能一千五百人左右 我相信不是全部的 不过没有一千都有几百的 一千多百的人围着 这个小小的屋子 带着很多很多有病 鬼父的人来到耶稣的跟前 耶稣如何回应 耶稣自好了 许多害各样病的人 又赶出许多鬼 难道耶稣真是在世的华佛 观音菩萨 有求必应的黄大师 一点都不是 因为还有下半节 下半节才是整句的重点 下半节是什么 耶稣说完鬼之后 他不许鬼说话 因为鬼认识他 耶稣不许鬼说话 因为鬼认识他 鬼知道他真正的身份 请问耶稣真正的身份是什么 如果你记得上个礼拜的故事 他的真正身份是上帝的圣者 是那个君王 上个礼拜的故事里面 鬼通过鬼 说了一句话 我知道你是谁 你是上帝的圣者 我知道你是圣经里面 应许的君王 我知道你是上帝所揀选的王者 但耶稣说 他不要鬼将他真正的身份 泄露出去 为什么 鬼所说的会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为什么耶稣不要他泄露出去 因为耶稣知道当时的人 当时的以色列人 他们一直追求的是一个地上的国度 他们追求的是一个地上的君王 他们不是追求天上的国度 他们不是追求天上的君王 所以当这个说话一出去的时候 一散开的时候 那些人就会洶涌而至 要耶稣为他们追求地上的财保 我想带你去看看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 就讲到这个事实出来 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十四节里面 之前发生了什么事 耶稣做了一个神迹 一个五饼以鱼的神迹 用五饼以鱼喂饱了五千人 甚至应该是一万人 五千个男人 于是人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 五饼以鱼的神迹就算 这真是哪要到世界来的先知 他们在说什么 那真是哪要到世界来的先知 这个先知是谁 如果你熟旧约圣经 你知道在旧约的生命记里面 当摩西死前的时候 摩西说 以后也会在你们当中兴起一个 好像我这样的先知 以色列人 几百几千年都是在等着这个先知 这个先知好似摩西 摩西有什么特别呢 摩西特别的地方就是 他不单是一个普通的先知 他更是一个拯救者 摩西做了什么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 打赢埃及 于是他们等待一个 好像摩西一样的先知 因为他们想这个先知 为他们战胜 罗马人 于是他们说 耶稣知道他们要来强迫他作王 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他们要强迫主耶稣基督作王 作地上的王 耶稣要逃避他们 因为耶稣来不是要做地上的王 耶稣两次在比拉多面前说 我们国不属于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国不属于这个世界 如果他们要耶稣做他们生命的主要 追求天国的话 耶稣绝对不会逃跑 但是因为他们要强迫耶稣 为他们求地上的名利财富 所以耶稣必须要退去 我想带你回去 马尔福任你发觉 一样的道理 耶稣在逃跑 那些人对他的罪击 每天早晨天没亮的时候 耶稣起来到抗野地方去 再那里祷告 耶稣天还没光 就去了抗野 去抗野那里祷告 耶稣在逃避着这些人 抗野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在抗野发生了什么事 之前耶稣有四十天四十夜在抗野里面 他在后夜里面不是去退休 是去受试谈 抗野是一个争战的地方 所以在抗野里面的祈祷 不是一个普通的灵修 不是一个享受与上帝同在的祈祷 是一个熟灵争战的祈祷 耶稣去了这个抗野 因为他感觉到 感应到这个熟灵争战 在他面前爆发 因为那些人开始觉得 如果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君王 我们就可以战胜罗马 人要他捧他上去做皇帝 如果你回去看的时候 你会发觉在 《马可福音》里面 耶稣有三次的讨告 我不是说耶稣只是讨告过三次 我是说在《马可》的记载里面 耶稣只是讨告过三次 第一次在这里 就是当他行了很多神迹 但是他估计到这些人 会来继续拥大他的时候 他去了祈祷 第二次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的祈祷 是他施行了五顶二余的神迹之后 刚才我们看过在《药汉福音》发生什么事 人们要捧他做皇 于是他跑去山上 《药汉武》跟你说 《马可》加了一句 在山上耶稣祷告 还有一次 最后一次 耶稣在哪里祷告 在赫西玛利远祷告 你可以不开始明白 这些祷告是指向什么 所有的祷告都是指向他要作皇 但是我想请问你 他要在哪里作皇 他要在十字架上面作皇 耶稣是以色列人的救主 耶稣是应许的君王 但是耶稣定义要以经济做他的冠冕 耶稣定义要以十字架做他的宝座 于是当人要拥大他 要逼他和他们追求一个地上的国度的时候 他去祷告 在祷告当中 他将自己牵上 牵上成为十字架上面的君王 主啊 若果可能 求着你将这个杯拿走 愿意 Not my will but yours be done 不是我的旨意 是你的旨意 耶稣去祷告 在祷告中得力 他定义要行十字架的道路 但是西门和他的同伴不明白这个道理 于是西门和同伴出去找耶稣 找到耶稣之后 他就和他说 众人都在找你 众人都在找你 如果我拍一部电影的时候 我怎么拍这个照片呢 我是不是会西门和他的门徒 一起来找耶稣 然后说 哎呀 富士 找到你真是好 那我们就放心了 我们一睡醒见到你不在 担心死我们 我们怕你的健康 不知道你能否顶得信 昨晚 我们怕你不够休息 还是 喂 耶稣 什么神早就不见了人 不用做 那些客人在等着你 昨天还昨天 今天又新的一天 你不要这么懒散 他们在做什么 为什么你要找耶稣 因为他相信 耶稣可以帮助他们 建立一个地上的事工 可以帮助他们 明成利 就可以帮助他们 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 但是耶稣不愿意 这个不是他的使命 耶稣对他们说 让我们往别处去 我也好在哪里传道 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耶稣说我要去传道 耶稣说我要去别处传同一样天国的道 日子满了 上帝的国近了 你们要悔改 信福音 耶稣要去传天国的道 悔改的道 赦罪的道 复活的道 最终三年之后 直到今天 直到耶稣再回来 我们要传的是十字架的道 是空坟墓的道 他不是来要追求地上的国度 他要传阳天国 十字架空坟墓的福音 最后我想带你回去 看我们这个港道的大纲 当我们看完这一切 我们回到这个故事的起头 你发现这个题目 再不是西门的岳母 喜得医治 而是天火熄灭 復活是主 我们的三点 再不是关于神迹其事 而是关于这个古旧 十字架的福音 第一点 除灭天火 基督十架 救罪人 第二点 扶我起来 死女复活 今是主 第三点 追求天国 同死同活 奔天路 愿这三点成为你和我的写照 愿我们的教会 成为一个这样的教会 我们来祈祷 我们天父我们求主你 真是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追求天上的事情 开我们的眼睛 叫我们好像起初的门徒 不是当时的门徒 而是圣灵降临之后的门徒 尽管当时的彼得 当时的若寒 黑眼心死 看不见主耶稣 几个荣光 但是后来的他们 当他们看见耶稣的死与復活 当他们 经历过圣灵的洗礼的时候 他们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他们活着 不是追求地上的国度 他们活着 要传扬天国的福音 帮助我们 捉紧你的真理 叫我们紧紧地追随着耶稣基督 传一个顺证 合乎你心意 荣耀基督的福音 祝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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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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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